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期节目说到 1966年7月毛泽东发出了打倒刘少奇的第五炮 毛泽东的前四炮都没有赢刘少奇 这次的第五炮毛泽东赢了 毛泽东的文革小组打垮了刘少奇的工作组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毛泽东的文革小组煽动起来的学生打垮后 毛泽东感到打倒刘少奇的时机成熟了 他准备召开一次中央全会 在会上罢免刘少奇的官职 但毛泽东在罢免刘少奇官职之前 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事先安排好 就是刘少奇下台之后 由谁来接替刘少奇的位置 单纯从权数的角度来讲 毛泽东完全打倒刘少奇是不明智的 领导人不能让自己的某个部下的权力过大 而是要分权 让自己的部下每个人分到一部分权力 但每个人的权力又不太大 这样就不会对领导人构成威胁 如果毛泽东感到刘少奇的权力太大 对他构成了威胁 毛泽东可以分掉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 让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分散刘少奇的权力 这样不仅是刘少奇的权力缩小了 消除了对毛泽东的威胁 还不会出现其他权力过大的人 毛泽东的地位是最稳的 可是毛泽东要完全打倒刘少奇 这就必须要找一个来代替刘少奇的人了 按照中共党内的惯例 第二把手下台应该由第三把手接替 当时刘少奇是党内第二把手 周恩来是第三把手 那么刘少奇下台的话 理应由周恩来接替刘少奇当第二把手 这样难题就来了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 他却不想让周恩来接班 当年毛泽东布置刘少奇这个棋子 就是要防御周恩来的权力太大 现在毛泽东却自己要把自己的防御棋子拔掉 这就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难题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七个人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和陈云 其中周恩来和朱德从最初就是毛泽东难于驾驭的人 刘少奇和邓小平 毛泽东以前能驾驭 现在也驾驭不住了 陈云是毛泽东不喜欢的 从1964年以后就不通知陈云参加常委会了 这样七个常委当中 毛泽东能够用来接替刘少奇的 只剩下林彪一个人 不过从权术的角度来讲 让林彪接替刘少奇也绝不是一步好奇 因为林彪本身有很大的军权 而刘少奇完全没有军权 只有党权 现在毛泽东要让林彪接管刘少奇的党权 再加上林彪已经有的军权 那么林彪的权力就比以前刘少奇的权力还要大 这样一来 毛泽东让比刘少奇权力更大的林彪接班 他的权位反而更加不稳了 但是毛泽东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让林彪接班 毛泽东让林彪接替刘少奇当第二把手 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以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打倒林彪 因此毛泽东其实是在欺骗林彪 让林彪真的以为毛泽东要让他当接班人 骗林彪来为他打倒刘少奇出力 毛泽东让林彪接替刘少奇当第二把手 又产生出另外一个人事难题 就是怎么安置周恩来 林彪接替刘少奇成为党内第二把手 就要超过周恩来的地位 在中共的制度中 党主席有一个特权 人事决定权 党主席有权决定政治局常委的人选 毛泽东可以用自己的人事特权 强行把林彪升任为第二把手 这样做是可以的 但这样就要得罪周恩来 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话 会让周恩来在党内感到难堪 伤周恩来的面子 毛泽东现在还需要周恩来 帮他打倒刘少奇 而且文革的启动和发展 也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帮助 所以现在毛泽东还不能得罪周恩来 因此毛泽东需要找一个办法 既可以安抚周恩来 又能给周恩来面子 据林彪的亲信吴法县在回忆录中说 1967年的一天 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 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 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 八戒十一中全会期间 毛泽东曾问他 看来刘少奇不行了 我对他观察了21年 完全失望了 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回答说 那就只有林彪了 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 周恩来搜完后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好 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常委名单上 副主席是两个 一个是林彪 一个是周恩来 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 周恩来表示谦虚 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 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从毛泽东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 到8月5日的中共十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这17天里 毛泽东前后七次约见周恩来单独谈话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吴法宪的说法 根据吴法宪披露的信息 毛泽东采用了打开天窗说量化的方式 用大白话直接告诉周恩来说 看来刘少奇不行了 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现在怎么办 毛泽东直接了道 用非常斩钉截铁 毫无伤量余地的口气 对周恩来说 我对刘少奇完全失望了 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毛泽东很了解周恩来 他知道周恩来个人对刘少奇并无好感 但周恩来总是顾全大局 凡是影响党的团结和稳定的事情 周恩来都是反对的 罢免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 对党的冲击波太大 所以周恩来不会赞成罢免刘少奇 如果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气 问周恩来说 你看把刘少奇拿下来怎么样 周恩来肯定会凭着他那三寸不乱之蛇 蜿蜒反对罢免刘少奇 毛泽东明白 罢免刘少奇这件事 是不能跟周恩来商量的 因此毛泽东用完全不给周恩来说话余地的口气 非常斩钉截铁的对周恩来说 我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果然在毛泽东坚定的态度的面前 周恩来妥协了 他只得同意罢免刘少奇 如果周恩来不同意 那就是跟毛泽东翻脸了 那就很可能出现周恩来最担心的事 也是周恩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那就是毛泽东另立中央 崇尚金刚山 所以周恩来不得不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 在毛泽东表示坚决拿下刘少奇的同时 毛泽东又征求周恩来的意见说 现在怎么办 这就等于是毛泽东问周恩来 你说说看谁来接替刘少奇第二把手的位子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这个人一贯是比较谦虚的 他肯定不好意思说 我来接替刘少奇 这样周恩来就只能回答说 林彪了 毛泽东自己没有提名林彪 而是巧妙的诱导周恩来来提名林彪 这样一来就不是毛泽东主动提名林彪 变成了周恩来主动提名林彪了 周恩来本人提名林彪接替刘少奇 就等于是周恩来主动把第二把手的位子让给林彪 这样一来周恩来在党内就很有面子了 所以毛泽东处理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有政治智慧 他既让林彪在党内地位超过了周恩来 又给足了周恩来面子 后来周恩来在文革中群众大会上公开说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我推荐了林彪同志 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 跟毛泽东跟得最紧的 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从周恩来的角度来看 他也是很愿意林彪取代刘少奇的 因为周恩来跟刘少奇的关系并不融洽 刘少奇对周恩来也不够尊重 而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比较融洽 对周恩来的态度也非常尊重 因此周恩来与林彪比较好共识 而且有林彪作为中介 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缓冲 因此周恩来对林彪当界外人也是满意的 那么毛泽东具体是哪一天跟周恩来甩出 拿掉刘少奇的呢 从各种迹象分析 应该是在1966年7月27日 这个推测主要有三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周恩来年谱记载 在7月20日这天毛泽东两次找周恩来单独谈话 这是非常异常的事情 第二个证据是7月27日至30日 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所以毛泽东要在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 把罢免刘少奇的事情内定下来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立回忆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 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 第一会议公报的宋审传阅名单上 居然没有刘少奇 第二在宋审传阅的名单上 毛泽东的名字后面既是零标 第三公报初稿上 曾引述的刘少奇几天前的一段讲话被删掉了 王立说的这三件事表明 刘少奇在八月一号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 已经被排除出了中共的决策层了 而做出这个决定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 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只不过是在民意上来追认这个决定而已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层的呢 据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回忆说 7月28日晚 刘少奇异常激动的对我和王广美说 现在不是说要检查吗 要我到你们清华大学去检查也可以 去就去 没有什么可怕的 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 怀大夫是自己跳出来的 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从刘涛的回忆可见 刘少奇应该是在7月28号 知道了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层了 所以才异常激动的说了这么一通话 这也可以作为第三个证据显示 毛泽东是在7月27号当面跟中文来说 要拿掉刘少奇 这里小结一下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第一 刘少奇的工作组被毛泽东的文革小组 煽动起来的学生打垮后 毛泽东准备召开中央全会 在会上罢免刘少奇的官职 第二在毛泽东罢免刘少奇之前 必须要确定接替刘少奇的人 第三 毛泽东想让林彪接替刘少奇 故意问周恩来 应该让谁来接替刘少奇 第四 周恩来只好谦虚的说 只有林彪了 第五 周恩来跟林彪关系好 也愿意林彪接替刘少奇当第二把手 第六 让林彪接替刘少奇当第二把手 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做出的决定 连林彪本人都没有跟他商量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